新田区驱齿里位于新田溪中游 新田溪流经当地时形成了一个直角大转弯 形状就像是丈量的驱齿 因此有了驱齿这个地名 由于驱齿地处汉人与原住民居住地交界 所以这里过去发生过许多汉源流血冲突事件 接着就一起来看我们的细说老地名报道 驱齿位于新田溪中游 属新田区管辖 以新田溪和龟山里广兴里图潭里相隔 以二龙山和粗坑里为界 另外又以康雅伦路和直潭里相接 驱齿这个地名的由来有三种说法 其一是新田溪流经此处时 成为一个L形大转弯 形状向丈量的驱齿 因此由日本行政长官厚藤新平命名为驱齿 我们新田溪在这个地方正好转了一个 差不多近乎直角的弯 那这个弯呢很像古时候 那个木匠在做的那种弯铸 就是一种弯的尺 所以就把它叫做驱齿 而第二种说法是驱齿这个地名 从清朝就有了 源由汉山市地形有关 听这边的齐老讲 他说因为这里周围的地势很高 就很像他是放在那个一个 枯萝里面一枝椒 叫做枯椒 就是谐音转过来的 那也有人一说说 从前有那个泰尔族有一个驱齿 驱齿番 有这样的名词 那是不是跟那个原来的原住民 那个驱齿色的驱齿番有关联 这个当然有待考证 不过说到原住民 由于驱齿这个地方 正好是位于新田 进入乌来山区入口的枢纽位置 所以汉番交战平人 清嘉庆年间 安息人张猛 刘淑叶 陈沙等人出到驱齿拓肯时 这个看似宁静的村落 便杀戮不断 最早的时候 因为汉人入肯 那到这里以后呢 就跟驱齿 那个就跟泰雅族的人 就严重的就开始起冲突了 驱齿当地 齐老林来兴也说 过去驱齿 原有一些泰雅族人的聚落 但遭到汉人入肯占领 因此导致双方征战 整个人出室家 这些泰雅族人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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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族人都丢了 这些泰雅族人都丢了 现在在驱齿双西口 有一座名状亭 下方就埋葬着七位 遭到原住民出草的鲜民遗骸 这件产事 距今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传说有七位汉人 一说是七个农民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七个是守护的爱勇 也有人说是七个工作完 等船 等渡船要回家的老百姓 反正有七个人 当时被发现在这个地方 被杀死 然后全部头都砍掉了 因为没有人收尸 所以当地人看到了 就把七个人埋葬在这个地方 而当时居民只是将七人合葬 并设立石碑 后因发生了名状宫显灵 当地居民于是为七人 建造一座小石庙祭祀 此后居民便将名状宫 当成地方守护神 更经常有显明的传说 有一次传说 在稻田里面有湿火火灾 将石庙改建为大庙 但进行账粮的工作人员 突然肚子痛 后来得到名状宫指示 必须保留原有石庙 并于上方建造一座小庙 因此名状亭成为现今 庙中庙的景况 而庙中悬挂的七个纸灯笼 也象征了七位名状宫 继续护卫着地方安宁 这参加了一座小学生 为了一座小学生